三文鱼明显比金枪鱼好吃 那为什么还是金枪鱼贵很多呢 这期视频带你去了解一下 金枪鱼上岸以后是如何切割和做成刺身摆上人们的餐桌的 这种刚刚捕捞上来的是黄旗金枪鱼 是金枪鱼家族里偏瘦的品种 脂肪含量仅为2% 含油量确实是不如三文鱼 只见工人把金枪鱼从船舱里面钓出来 这时候要马上送往市场进行评估和拍卖 此刻的金枪鱼已经是处于冷冻的状态了 因为价格特别昂贵 鱼肉容易腐烂 所以捕捞以后就会立刻把内脏去骨 放入船舱急速冷冻 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保证鱼肉的新鲜 金枪鱼被鱼饭运到市场以后 要排队丈量鱼身尺寸和称重 还要用特殊的工具取出鱼肉看一下新鲜程度 这种被贴上名号的金枪鱼是早就被预定好的 金枪鱼有半人工养殖和野生两种方式 野生金枪鱼是非常稀有的 单快就可以卖出上万的价格 越肥的金枪鱼出自的海鱼越冷 越热的海鱼出产的金枪鱼越瘦 脂肪含量就是金枪鱼的核心竞争力 当金枪鱼腹部的冰块被取出以后 就要马上进行切割的工作 按照惯例 切割师傅先会把刀磨好 第一步把尾部切下 再去除两颗的鱼鳍 就开始分割鱼头部 金枪鱼浑身都是薄 鱼头里除了鱼腮 全部都是可以食用的部分 日本人还特别喜爱生吃鱼眼 不但咬起来有脆脆的口感 还可以用吸管稀释于眼里的液体 金枪鱼的下巴也是非常好吃的部位 这个部位的油脂含量高 口感可以和大幅屁免 被取下的鱼肉部分都是会被妥善保存的 头部被分割完成以后 就开始处理鱼身 由于金枪鱼的鱼身是圆形的 而且主要的鱼骨就是中间的一整条 所以一刀下去 就可以把鱼的四分之一切割开来 这时候小贩把切下来的鱼肉部分放在案板上 换成了把长刀 把鱼肉切出一半 再横切一刀 随后把带有骨头的部位修干净 中间的肉装袋打包处分起来 金枪鱼的背部和肚子脂肪差异大 背部就是赤身脂肪含量低 中腹已经可以撑得上油润 大腹脂肪含量最高 当金枪鱼四片主要的肉被切下以后 剩下的鱼骨也不会随便处理 鱼骨是非常好吃的食材 烤制或者炖汤都是极其美味的 而且无论鱼肉还是牛羊肉 贴近骨头的肉都是最香的 鱼骨里面的脊髓也是日本的最爱 贴痰贴痰的好似果冻的一样的口感 营养极其丰富 这时候分割好的鱼肉会被小贩送往个大餐厅 在餐厅里再由大厨进一步进行加工 赤身主要吃酸鲜味 中腹和大腹由于脂肪含量不同 各有各的口感 大厨会在每块金枪鱼的部分标注好 金三角是最好吃但是价格最昂贵的部位 现在大厨再切的是大腹的部位 这里肉质的颜色呈现渐变状 肉眼可见的油脂 这种像肥肉一样的部位就是金三角 这里的脂肪含量占到了60%以上 口感绵密 入口即化 金枪鱼不但可以作为刺身 还可以做成寿司 或者再加上一点鱼籽 吃法是多种多样的